Hello,大家好,我是陈轩 在上周的时候呢,被称为是韩国版Amazon的电商平台Coupon在美国上市 那它上市的当天呢,股价就飙升了80% 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公司的基本情况以及它的一些经营的状况 那这家公司呢,它是3月11号上市的 它IPO的价格是定在35美元 上市当天它最高呢,是飙升到了63块5 最终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49块2毛5 现在这家公司的市值呢,大约是920亿美元 成为了从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以来 在美国上市的规模最大的一个海外公司 我们先介绍一下Coupon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呢,其实是一个韩裔的美国人叫Bomb Kim 在2010年创办的 那它的这个CEO呢,其实他是本科从哈佛大学毕业的 然后呢,他就在哈佛商学院读了6个月之后 就退学回到了韩国,创办了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开始的时候呢,是比较像当时热门的那个团购平台 Groupon 它在3年内呢,它的营收突破了10亿美元 而且也实现了盈利 但是之后呢,Bomb Kim就决定改变它的商业模式 他呢,希望打造出一种就是便捷服务的这种电子商务模式 所以他就开始又做了一个类似Ebay的这种电子商务平台 那之后他又把它慢慢的改造成了类似Amazon的平台 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呢,Uber的CTO首席技术官离职了之后 他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也是加盟了Coupon这家公司 那Coupon的服务呢,也是类似于Amazon的做法 它就是提供一些比较便捷迅速的这种送货的服务 他也推出了类似Amazon Prime的那个Rocky Now的会员服务 而且他也有生鲜的外送服务叫Rocky Fresh Coupon在韩国花了两年的时间建立起来了自己的物流网络 现在呢,他是在韩国30个城市建立了100个配送中心和物流中心 一共拥有15000个送货司机 他是说目前呢,超过70%的韩国人口 都在距离他们的配送中心7英里的范围内 那Coupon比较吸引人注意的呢,就是他所提供的这些送货服务的体验 比如说他说,他们在24小时之内呢,就会处理完成近100%的订单 那他有一种服务呢,是只要你在凌晨12点前下单 你就能够在早上7点之前收到你的货物 再一个呢,比如说他全年都可以提供第二天送货的服务 即使是节日期间,他也可以做到说你头一天下单 第二天你的货就可以拿到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要退货的时候呢 你可以不用去打包,不用去打印那个return的label 你就直接把货物放在门口呢 他就会有人来去帮你去把它做退货 那Coupon所提供的这种非常迅速的delivery的服务呢 也是在之前的时候有一些负面的新闻 是因为他出现了一些员工过劳死的问题 就引发了一些外界的担忧 那个时候呢,就有数据po出来说发现Coupon呢 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货物都是在晚上10点后送达的 说完了Coupon这家公司的基本的情况呢 我们下面来看一看Goodwater Capital 这家公司在3月10号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对于Coupon的分析 那Goodwater Capital的创办人之一呢,叫Eric Kim 他曾经呢是Coupon的早期的投资人,也曾经在Coupon里面担任过Bot Director 但是他个人和Goodwater Capital现在并没有Coupon的股份 从他们所发布的这个分析中呢 你可以看到说整个韩国电子商务不同公司的市场份额 从2019年到2020年的一个变化的状况 这个里面呢就会看到Coupon所占据的市场份额有一个巨大的增长 他从18.1%增长到了24.6% 那其他的他的竞争对手呢 要么是有所降低,要么就是基本保持不变 也就是说Coupon呢就成为了一个占据最大市场份额 而且唯一一个出现了大幅增长的公司 那他们呢还引用了另外一份对于消费者的调研报告 那这个里面呢你就发现消费者使用Coupon的概率呢 远远高于其他的电商平台 再一个就是绝大部分的人 他们认为Coupon上的价格更好 Coupon的平台更容易使用 如果去统计一下说 比如说你在Coupon上去购物的频率有多少呢 会发现说大部分的用户在每周或者是每个月都会在Coupon上消费 那Goodwater还列出来了Coupon和美国的大的电商平台 以及阿里巴巴的一个比较 那他比较的呢叫Dollar Retention Rate 叫收入留存率 就是说从一个人他开始在这个平台消费开始算 后面呢他每年的消费比他第一年消费的比例 比如说2016年有一个人开始在Amazon上购物 他这一年一共花了1000块钱 到2017年的时候他在Amazon上花了1500块钱 那第二年呢就会是150% 从这个图表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列出来两条Coupon的曲线 一个是他2016年第一次在Coupon上消费的这些用户 他们的留存率的变化 再一个呢是2017年开始在Coupon上消费的这些用户的留存率的变化 那可以看到2016年的用户的收入留存率呢 除了比Amazon低以外 比其他家的都高 而且他留存率的整个增长的幅度和Amazon是比较接近的 是超过其他的平台的 当然这里面比如说Ebay啊Wayfair啊 还有阿里巴巴的留存率 其实都是一个下降的状况 如果你看Coupon在2017年的用户呢 会发现他的留存率甚至超过了Amazon Goodwater在他的分析中呢 就说Coupon他整个的这个服务呢 是以提供一个他叫WOW的这种购物体验 就是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购物体验 为他的中心的思想 那他本来呢是做和Ebay类似的那种 就是集中在卖家 以卖家为中心的这种展现的界面 后来呢他就做成了类似Amazon的这种 就是以产品为中心的这种展示的界面 那这样呢也解决了一些 比如说反复贴出来同样的商品的 这种listing的问题啊 或者是说有一个商品有多个不同价格的问题 那Coupon在做他整个这个服务用户的体验的时候呢 他就发现说在韩国 他不像在美国有比如说UPS啊 FedEx这种比较成熟的第二天送货服务的 这种物流的网络 所以他们在前期的时候才投入了很多的资金 来做自己的物流的网络 那根据Coupon的招股书中呢 也可以看到说他能够迅速的增长 主要也是因为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用户体验 他列出来的他的公司的flywheel 叫飞轮效应的这么一个关系呢 其实和Amazon的飞轮效应的图很类似 就是好的消费者呢 会带动消费者人数的增长 从而带动更多的商家和供应商加入 这样呢也会带来更多的利润 而增加的利润呢就会帮助公司去投入更多的资金 用于提供更多的服务 以及更低价格的产品 这样呢又会吸引到更多的用户 也就是说呢 其实Coupon是从Amazon的发展中吸取了经验 创造出了比其他平台更适用于韩国的一个电商平台 那Goodwater的分析中呢还提到说 Coupon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增长 其实还和整个韩国的大环境有关 他说韩国的网络相关的业务增长非常的迅速 他上网和使用智能手机的人口比例都超过了90% 在韩国的数字服务市场呢 几乎就是和他的人口数量是相当的 而且呢这个国家虽然人口数量不多 但是人均GDP比较高 就意味着说人们的购买力相对比较强 那另外一方面呢 他和美国不同的是 他大部分的人口都集中在很小的一块地方 因为其他地方很多都是山地和森林 Goodwater就做了一个对比 说韩国的人口数量呢 大约是加州和乔治亚州两个州加起来 但是他人口主要居住的地区的面积 和美国的罗德岛差不多大 那这些因素呢都使得说 在韩国去推动这种数字创新的技术 都更加的容易 Coupon的CEO呢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就讲到说他们未来主要的增长的两个领域呢 一个是生鲜送货服务叫Rocket Fresh 另外一个呢是类似Uber Eats的服务 它叫Coupon Eats 这个呢都是利用它现有的物流网络去做的 他认为呢 Coupon的模式就是针对韩国 就是人口密度很高的这种情况特别设计出来的 那对比了一下阿里巴巴呢 Coupon的CEO就是说 阿里巴巴在IPO的时候的利润率是31% 而Coupon的利润率是比较低的只有4% 再一个呢他就讲到说 在中国你想要去提升用户体验和在韩国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为什么阿里巴巴在早期的时候 它其实是在开发数字支付啊等等这些业务 而Coupon呢它主要是要去解决物流方面的问题 如果我们按照Coupon现在的股价和它2020年第四季度的销售额 来算它的那个revenue multiple的话 就是估值除以它第四季度销售额乘以4 作为它一年销售额的估计的话呢 算出来的multiple大约是6 如果是用估值直接除以它2020年的销售额的话 算出来的multiple大约是7.5 而对比一下这个数字呢 Amazon现在这个数字大约是4 阿里巴巴的这个数字大约是7 那另外顺便讲一点呢 日本的软银Selfank 其实是Coupon的主要的投资人之一 他们投资了大约30亿 有这家公司大约37%的股份 那他们现在拥有的股份的价值呢 大概是他们投资的10倍的收益这么多 那我们今天关于Coupon的基本的情况就介绍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陈轩 喜欢的话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咯